現在 此刻是非常感動的 然後就是 其實我還沒有遇到 荒山亮老師之前 我真的不確定我是不是在 我人生中還有機會發片 我非常感謝荒山亮老師讓我有機會 再發現這張專輯 在動脈 對 我非常感謝 然後也謝謝這三年跟我一起 做音樂的老師 謝謝 這中間有想過要放棄嗎 我幾乎每個禮拜 每天都在想要不要放棄這件事情 但是我覺得想歸想 但是真的你會發現 要放棄才是最難的事情 所以我就算放棄音樂 我也不知道我要做什麼 然後與其要想那麼多 我就覺得還是把當下做好 所以我還是堅持的走音樂這條路 所以伯樂還送你一支專輯的麥克風 應該很開心 對 就是 那支麥克風是我 這一陣子一直很希望得到的麥克風 因為我覺得 就是很多人都很推薦那一支 然後我也很希望就是 能夠有新的麥克風 然後陪我到處去走唱這樣 然後今天拿到我很開心 我很開心 很開心 對 很開心 我會帶著這支麥克風 然後四處奔走 四處演出 都用這支唱歌 那有街棒的意味 就是壓力更大 對 其實是開心 是開心的 但是就是當亮哥說出 就是要街棒 霹靂霹在戲的片頭曲之後 我就覺得哇壓力來了 因為我覺得 每次要唱這個歌跟 要寫這個歌 我就會覺得壓力很大 因為我覺得霹靂霹在戲是一群 非常 對於台語文化就是非常有sense的族群 所以當你寫的文字也好 或者是詞曲 對不對位 他們都非常的挑剔 所以我壓力非常大 對 那跟大家都講 你要做人的壓力比賽 哪一個壓力比賽 如果 如果 街棒 霹靂霹在戲的話 呃 做人可能就會再晚一點點 因為我覺得 只要任何我有壓力的時候 就是 你知道 就是壓力是全身都會有的 就會 就會有壓力 對 秋中送你生好了 應該要把這支付給你下吧 生好會不會 宋威爾幹比較快 你年輕就需要這個啊 你不知道壓力這種東西是很恐怖的 老婆沒關你那麼久 然後終於發片 他怎麼樣給你支持跟鼓勵 用個娃娃音嗎 嗯 呃 聽他講話很舒服 是真的 對 所以才會一直交往嘛 然後 結婚是因為我覺得 呃 就是 我覺得我人生中 可能再遇到 應該是不可能再遇到 像我老婆這樣子 就是很包容我的 的女孩子 所以我覺得 交往12年所有 他陪我走過所有的 就是 就是 起起伏伏 然後 然後 對 我覺得我要 我人生中要有他陪我走過 我才 覺得 沒有遺憾 對啊 我 我 老婆 謝謝你 呃 謝謝你嫁給我 然後 我會繼續努力 呃 不敢說 能夠 在 這條路上 能夠 多紅 然後 多麼的大富大貴 但是 我願意把我最好的 都給你 嗯 醞釀三年的創作專輯 要不要大概幾張 呃 這張專輯 其實 呃 就像剛剛有講 就是 醞釀了三年 然後 我一直希望 大家能夠 呃 我不斷的創作 我一直希望大家能夠 呃 呃 淡忘掉 我是比賽選手 比賽選手 然後我是從 呃 選秀出來的歌手 我希望大家 從今天開始能夠認定 我是創作歌手 所以我每一首歌 都非常努力的 用心去寫 然後 呃 我希望大家在這張專輯 能夠聽見 多元 全方位的林中心